对于地方债务 中共当局曾多次表态 中央财政不救地方 广西政府6日发布公告 打算与国有企业债务撇清关系 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谁举债谁负责 地方政府不承担常在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等多家国有银行公告 6月8日起 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 分析认为 此举可以刺激一些钱 由陆市场做投资和消费 不过目前中国经济成长困境 在于民间信心缺乏 调降存款利率 没人解决信心危机 《华盛顿邮报》8日调查报导指出 因为参与2019年反送中抗议活动 而被捕的青少年 如今成为中共政治控制实验的最新对象 目标是去激化 这一目标与北京从1989年 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 到对维乌尔穆斯林进行强迫拘留 和再教育的努力息息相关 因为厦门聚会案 遭中共拘捕的维权律师常伟平 8日被陕西省奉献法院 依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常伟平的妻子表示 本案非常荒唐 但一天监禁都是太多 西唐人雅的电视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个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金刚硬了 究竟